三母二纪上第十六章第十三节 众神哪里来的恶魔临到素罗身上的时候 达威咒那琴用手而弹 素罗变舒畅爽快 恶魔尼了他 没错了 我们讲到关于是味 想着一个厨师能够煮好的食物 就是说他对食物有这种嗜味的机能 就使他成为一个厨师 有些人说 某些人成为天生的厨师 很多时就是因为完全靠这个人嗜味 他能够品尝到的味道 觉得好的味道 亦是被普罗大众都接受和惊叹 大慧就是一个这样的奇人 他没有任何人教的 他成为世上可以说 第一个圣灵的嗜味者 他把握到神的恩高 他直接是用敬拜赞美可以弹出神的恩高 而导致这些邪灵去离开素罗 而大慧他的嗜味 不单止只是敬拜赞美 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 大慧慢慢发展了 在神的话里面 他都懂得是味 举个简单的例子 到今天为止 我已经分享神的话都已经是有二十五年了 成为这间教会的牧师都已经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来可以说风雨不改 每一个礼拜绝大部分都是由我讲到 不单止是主日 家序的示范带也好 又或者现在你所听着的灾在启水旁也好 我的工作就好像做了二十五年的 熟灵话语神话语的一个厨师一样 他找出神的启示 我不是找一些只是高言大智的知识 我是要找出神的应许是会应验 简单来说 神的应许是会应验的 就是说你百分之百照祝他愿意去讲 那神就是背后back up 支持这些的应许 所以我自己本身可以说 我是可以去见证 和和大家分享一个熟灵厨师的一个心得 没错原来敬拜尖美也好 分享神的话也好 其实在过程当中 我们是在做一件熟灵的事 而这个熟灵其实是 我们了传了一个非常温柔的心 非常珍惜的心 带着很认真和严谨的态度 去处理我们所做的事 就像一个厨师专业的厨师 他是以一个专业认真的态度 才可以使他成为一个可能是 香港的名厨 或者是世界上的名厨一样 但在过二十年当中 我就发现 这个工作是真的需要极其对 圣灵敏锐 是要你有一个极之温柔的心 才可以做得到 这个就是让我好感叹 大卫竟然是没有人教 没有先例底下 他可以做到 在人生里面有几多东西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大卫就选择敬拜 他不单止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秘密的人 并且他也是历史上做得最好的他人 这个才可以说令人真的很震惊 即是在他之后的人 也没有人做得好过他 至少在这本圣经写完之前 都没有人做得好过他 所以这本圣经才记载最多大卫的作品 为什么我要特别针对这一点呢 我针对这一点的原因就是说 我想让大家知道 在历史上 除了主耶稣 我相信没有哪个人 是比大卫对神的恩高更加敏弱 也可以说在神的恩高上面 没有什么人可以说出一些的说话 是比他更加有权威 大卫可以单凭他的本能 可以品尝出 圣灵的流动 圣灵的恩高 圣灵的同在 神的心意 并且神的越纳 现在大卫这么多的金句当中 当然最出名的 就是不要难为神的守高者 而实际上大卫一讲再讲 并且用他一生 去证明这个的事实 你以为大卫是随口去讲一下 还是这个是来自大卫他的心得 大卫他拥有能人所不能 对圣灵的恩高那种的敏锐 和那种的感觉 他就好像一个熟灵的大厨师一样 他能够品尝神的恩高的喜好 流动 品尝神的恩高的真实 和能够引发神的恩高那种的全能 甚至到大卫的儿子的时候 他的儿子甚至在下佛的爸爸的情况下 他甚至接近引发神的全知 在他的身上 成为世上最有智慧的人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是否需要跟大卫学习 所有关于恩高的秘密呢 赛摩尔记上第16章第23节 从神那里来的恶魔 临到素罗身上的时候 大卫就拿琴 用手而弹 素罗变书唱爽快恶魔 《尼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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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